是要鑽地嗎? 休想說我最近就把TOO COOL FOR SCORE拿出來 因為就覺得完了完了完了 Hi 我是 Oprah 今天呢就是要弄一個簡單的get ready with me 然後因為我們家樓上正在裝潢 所以我必須要講話比較快速一點 簡潔惡樣地告訴大家今天化妝的重點 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說我最近化妝呢 眼線有稍微有點變化 然後還有跟大家介紹幾個就是 我今年 今年對 今年非常非常喜歡的口紅色號跟口紅品牌 然後都有畫在臉上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想看這影片的話呢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妝前呢我都會用 夾單膩 然後因為這兩天真的比較冷 所以我最近的用量比較多 我把鏡子拿一下 就雖然它比較厚一點 但是 我覺得它妝前好好吸收是不會齊學 不會跟我後續的防曬或什麼打架 就還OK 我今天天氣很好 你們看 化妝可能會有點吵 因為樓上那個裝潢真的 我真的連到台中都在裝潢 我後來發現啊 其實不是Youtuber都很容易遇到裝潢的人 是因為我們上班的時間就是你們不在家的時間 那通常大家就是鄰居在你不在家的時間裝潢 其實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只是對於我們就是在家工作來說就是會有點困擾 然後通常呢我化妝前一定會用貝殼肌先按摩一下 因為我最近發現拍照的時候用貝殼肌按摩過後啊 欸先不要太吵 用貝殼肌按摩過後啊 你整個臉的輪廓會很明顯 我大部分都是會針對我下巴這兩條啦 然後還有我的雙下巴就是這邊 好按完呢通常就是會先用就是濕的衛生紙擦一下之後 就會把它蓋起來 然後就可以開始上其他的妝 那我最近呢底妝也是上的蠻少的就是防曬 然後除非像明天婚禮的話呢我就一定會上粉底液 因為希望妝可以撐得比較久一點 但像今天就是我真的沒有要去哪裡 只是等一下要跟廠商開個會 然後想要拍個照這樣 所以就是要化妝 所以今天的妝呢不會到太隆重 但就是至少還是該有的要有啊這樣 所以我今天呢首先我會先夾我的睫毛 我在好像在任何化妝前我都會先夾睫毛欸 因為我就是會覺得先夾讓睫毛整個很翹 很就是弧度是很美的 我等一下就不會緊張說我的睫毛怎麼還往下垂的感覺 然後關於睫毛夾這件事情我之前已經分享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就不另外講了 但我現在在用的是Alice老師的睫毛夾 那我還有沒有推薦其他睫毛夾呢 欸自問自答 有的我有推薦無印良品的西出式睫毛夾 我覺得它很便宜很方便 然後又完全不會佔空間 因為它是一個扁扁小小的 我之前都會在博客來買 然後好像是135塊而已 很便宜 然後我以前呢大概化妝的十年生涯裡面 大概有八年都是在用 屈臣是買得到的資深糖的那款135塊 綠色包裝紙盒的那個 那個其實我覺得已經很夠用 因為我很久以前一直被大家稱讚睫毛很長什麼之類的 也都是用它夾出來的 所以 雖然我現在覺得這幾款更好用 但是如果你只有那一款 我覺得也是可以夾出好看的睫毛 我跟你說這真的都是練出來 我小時候呢發生過最慘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天要跟朋友去六福村玩 因為我以前呢我媽是不讓我跟 去朋友家或是就是跟朋友出去玩的那一種 我們家是到高中才解禁 為什麼會這樣是 因為畢竟我媽以前在學校久了嘛 輔導室也待過什麼的 就是看過很多就是案例 所以我媽對於你要去別人家住或玩這件事情 她會比較謹慎一點 例如說她會知道你對方家裡的男性成員有什麼什麼 因為畢竟你我跟你說 小時候你都會覺得 哎呀擔心個屁啊 但是真的長大之後 你就會知道這個危機醫師真的是要有好不好 就無論你生了小孩 是男生還是女生 就是這種危機醫師都是要有的 反正anyways 所以那時候呢 我們就是有一天要去六福村 下午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是一起坐公車吧 在中立 欸有沒有中立人中立火車站前面 可以坐去龍潭小人國或是六福村 然後計程車司機會在前面攔你說 啊一個人多少錢還送你一個雨衣什麼之類的 因為就是玩那個就是衝下來的那種 油熱的時候要穿雨衣這樣 去之前呢就是 因為我的同學們每個都皮膚很好 那我就是一個就是國中就開始會有一點點微痘痘啊 然後毛孔開始跑出來的那種肌膚 我那時候應該是高一 然後我姐也是大一有化妝品 欸我的微笑怎麼煩呢 欸這個微笑是不是超級無敵可愛 應該是今天開賣喔 如果我來的幾禮拜五上片的話 那他就是今天開賣 十二月的選品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而且到現在還有人不知道我是沒有耳洞的耶 我全部都改成二夾喔 然後如果是買我們選品的話 會免費幫你改成二夾 然後呢 我就是很想化妝 所以我就拿了我姐的那個睫毛夾 就是夾 可是洗完臉之後我就猛夾 完全沒有意識到說 睫毛濕濕的時候 你夾睫毛 睫毛是會斷掉的 就是完全沒有 小時候根本沒有這個sense 就只覺得我要趕快夾 我要趕快出門 然後我要睫毛翹翹漂亮的這樣 Oh my god 結果我真的是 想說欸是不是不夠用力 一夾下去 哇真的夠用力了 因為我整排睫毛掉在我的睫毛夾上 然後我整個人是這樣 因為你們知道我人生就是 也沒有什麼漂亮身材 腿也不長也不白 然後皮膚那個毛孔還很大 所以我人生唯一可以炫耀 就是大家靠近我的時候 會說欸你睫毛很長耶 就That's right 就只有那個點 結果我就在那一天要去六府村的時候呢 把那個點給毀滅了 就是我有一邊的睫毛是 掉一半 就是超過三分之二那種 然後我的睫毛真心的就只剩下 黏在我的眼皮上面的那個唯一一點點 我真的是盡禁是要哭著出門的這樣 我後來還是堅強起來 就是去六府村玩的這樣 結果後來我媽就去幫我問就是 以前他們都有那種做臉的阿姨啊 就是可能是洗頭髮的阿姨 然後他就說那些有些人的睫毛 是會自己長出來不用緊張 然後他好像有偷偷附一個淡書說 但是長不出來的就是真的長不出來 然後我一開始也很緊張 可是後來好像過不到一個月我睫毛就長出來 而且好像疑似比以前還要更長 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你們知道 小時候都會有那種 就是什麼 然後睫毛要幫小孩剪睫毛 然後睫毛才會變長這種道理 可是我姊呢 因為我姊是第一胎嘛 我媽的第一胎 我媽就幫她剪了 結果我姊的睫毛 欸還真的沒有長出來 所以我媽就沒有幫我剪 然後我的睫毛確實蠻長的 所以不知道 每個人的狀況可能就不太一樣 我現在就是長大30歲過後呢 防曬這件事情就是我的底妝裡面 欸爺爺 你以為你換的地方搖腳腳 我看不到是不是 ok 對不起我在罵小孩 30歲過後呢 我的保濕跟我的防曬 我自己都蠻注重 尤其是以前真的是買東西會捨不得用 就那種化妝水倒出來一滴滴 就很久以前就是可能大學存錢買IPSA 就我以前的IPSA是非常非常紅 現在現在也是很紅 我很抱歉 但是我以前那種就是 它真的非常的紅 然後包裝還沒有像現在這麼的 時髦流線感的時候 那時候買的時候根本捨不得用好不好 就每次都到那個tiny little bit 然後這樣子拍拍 覺得自己好漂亮 完全沒有效果 我現在就是真的是一定要用到那個效果 你知道嗎 像防曬味一定是 要擠到就是 你不會感覺在臉上是有在乾擦的那種感覺 我今天的眉毛大家看是不是超乾淨 因為我前幾天去了benefit的蜜辣修眉 我是自己付費 然後我是去找中校復興的無慮 大家如果有想要找就是修眉 人生第一次修眉的話 可以推薦你找中校復興無慮 我覺得它非常的細心 然後修出來的型我自己也很滿意 然後修完之後呢 我自己本身的體質是沒有什麼紅的感覺 以前有 但是我這次去完全沒有紅 然後它也是會用蘆薈來稍微幫你舒緩一下 然後舒緩過後呢 你也不用擔心就是你如果 什麼蜜辣之後要跟男友去約會 啊沒有眉毛怎麼辦 就是它也是會幫你畫好的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好像有人跟我說是不是漲價還是什麼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漲價 因為我上次去找他已經是一年多前快兩年了 因為我台中桃園兩地跑啊 說真的就是 我很常會就是 很沒辦法跟朋友約 因為就是你知道時間很難控制 像我朋友都會說 反而我現在在平鎮 我去找你 我想說欸可是我人在台中欸 或是說反而我來台中了 欸可是我回桃園了欸 就是 你知道嗎時間很難控制 長大就是這樣 但是我還是會盡力就是譬如說 喔終於找到一個家裡 我就會立刻約我最想也約的朋友 跟他說欸我今天可以 你在哪裡 然後我就無論如何都會去找他這樣 就是長大之後 除了一個真朋友 就是逆境認知你的生活圈 哪一些朋友是你需要很認真經營以外 你也會很想多花一點時間 陪家人啊什麼的 像我這兩個禮拜 我都是錄影錄到七八點或六七點下班之後呢 就會立刻衝去找我爸媽吃個飯 然後我爸就可能煮個粥啊 或是加個青菜荷包蛋什麼 我就覺得非常的好吃 然後陪他們吃完飯之後呢 再聊個天然後我才會回台中 或是回家繼續工作這樣 因為就覺得陪他們的時間真的越來越少 那天我聽那個姐妹悄悄話的時候 反正之前就是網路上不是流傳一個很多什麼 如果你一年只看你爸媽 只是在國定家什麼中秋節或端午節回去看你爸媽的話 那你平均接下來你只會有兩個月的時間在陪你爸媽 你不覺得聽起來很可怕嗎 就覺得怎麼可能 那後來想想也是 因為你如果六日回家 你可能只有晚餐會待在家裡 你中午可能會跟國小朋友約 國中朋友約 你就算回去三天假期 你可能只有一整個半天是在陪爸媽的 有沒有你們不覺得這聽起來是很可怕的嗎 我現在腰又有點酸了 OK我真的是老人欸 好我現在要畫眼影 我剛剛上的是眼部打底 之前很多人問我說我眼部打底這個部分要去買什麼 我自己呢現在都是用Alice老師的提亮液 因為01號呢我比較沒有用在臉上 所以我就把它拿來當作我眼皮的提亮 因為它有膚色 然後呢它會可以幫我提亮我眼下這三角處比較暗沉的地方這邊 好然後我今天要用的那個眼影呢 是我最近一直放在包包裡這個1028的Dress Up 然後顏色是盛妝 我好像比較喜歡這個顏色 不然呢就是會用這個 Reval Beauty的之前有跟他們合作過七天眼妝 然後這個顏色呢是 琥珀色吧我記得 這個顏色也是被我用到很蠢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個兩盒啊比較起來的話啊 Reval Beauty它的配色 整體配色來說我會覺得比1028好 因為1028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個比較無腦不用動腦 但是其實有很多顏色 就尤其這三個顏色對我來說 是有一點點雷同的 它只是加了一點點 譬如說 右邊偏橘一點 中間偏粉一點點 但你真的要把它堆疊出一個比較漂亮的漸層 我覺得用1028是 它的層次感會比較少 不是說它不好 只是我覺得它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Reval我覺得它堆疊出來的顏色會比較有層次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參考一下它的價格 然後再決定要下手哪一個這樣 然後如果沒有要下手也是完全OK 我最近真的就比較沒有在用什麼新的彩妝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今天帶了很多支我覺得 我今年最喜歡跟最常用的口紅 有開架的然後也有專櫃的這樣 然後 專櫃的全部都是我自己買的 好我現在上的是1028的比較淡橘色 就想說幫眼部打個底 可是它基本上上在眼睛上是激進沒有什麼色感 就很淡啦 但是我還是會好好的把它暈開來 因為我剛剛臉上是有 眼睛是有上體亮液 所以如果你不上一點顏色的話 你會覺得眼皮好像有點太白 因為我真的覺得好不習慣我眉毛有夠乾淨 因為我前兩個禮拜 我大概留了兩個多禮拜 快三個禮拜就是為了蜜拉修眉 因為蜜拉修眉如果你的眉毛不夠長 或是雜毛不夠多 基本上它是修不出什麼東西的這樣 然後之前有人問我是不是故意把眉尾留的這麼短 Nope 是我這個眉尾一直長不出來 它這邊一直長不出來 我基本上修的只會修這邊 就是一些小人處 雜毛小人的地方而已 因為我記得我上個get ready with me 也是用這兩盤 所以我就不特別講我是用什麼顏色 但是我覺得以質地的部分呢 Rivel Beauty的質地是高過1028 因為1028摸起來它的粉感會比較重一點 雖然我之前說它不太會有非粉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它上色力沒有Rivel好 就是Rivel的顯色度會再高一點點 然後它摸起來的質地是比較軟綿的 所以你要說每一盤都長得蠻像的 可是它們的質地其實還是有差 然後配色也有差 所以建議還是如果像1028或Salon這種 它現場是有可以摸實體的 建議大家還是去摸摸看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這樣都不一樣 那前陣子小凱老師的那個火星盤啊那些 也有在那個搜刨好像有快閃店 我那時候就很想去 但後來想說阿拉薩的產品我幾乎都有 然後去幹嘛 因為小凱老師的產品 那時候我也是抱一個朝聖的心態 所以我就都買了這樣 火星盤雖然大家都很愛 但我自己對火星盤基本上是比較無感 但是我對它的日安盤非常的滿意 我覺得它日安盤的配色非常的漂亮 我很喜歡 我基本上畫的眼妝呢也都是 就是會把眼頭跟眼尾加深一點深邃度 然後把它跟底色暈在一起之後呢 在中間加一點亮粉色 我現在幾乎都是這樣畫啦 沒有什麼特別意外畫 就沒有什麼七天眼妝挑戰 我幾乎都是這樣子畫 1028我覺得我最滿意的應該就是它這一顆亮粉色 所以無論我在用哪一盤眼影盤啊 我現在都會回去這一顆顏色 就是盛妝 欸我小凶子為什麼跳起來 盛妝裡面的這一顆顏色 這一顆亮粉呢建議大家用手指上 因為它用手指上的那個 手指的溫度比較能沾取那個亮粉 它那個亮摺度 跟它的那個閃耀度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這一顆就是我覺得非常非常的OK 然後我就要來畫我的眼線 因為我最近眼線呢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instagram的話 就知道我最近眼線喜歡上揚 就喜歡把它往上拉一點點 覺得這樣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然後就是尤其是我這樣子 瞇瞇眼就是拍一些做做照片的時候呢 那個眼線很漂亮 可是用那個畫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以前眼線真的是隨便畫都可以 就是在車上都可以隨便平拉一條線就可以 但是現在畫這個眼線不行 就是鏡子要拿超近 然後那個角度要喬 有時候喬不好就還要用棉花棒去稍微弄一下這樣 就現在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好然後內眼線的部分呢 我要先上1028這個小貓眼線 這個小貓眼線呢 我覺得非常的不暈 就是它的抗暈能力我覺得蠻好的 尤其是它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它畫出來的時候 你整個眼睛會有省很多 然後Salon我現在也還是很愛 可是Salon唯一一個缺點呢 就是它必須要自己削 就是有時候你出門忘記帶削籤筆記的時候 就會很餓玩 很想用公司的削 但是可能會爛掉 所以就是我最近就是帶著這個 反正1028他們上次寄給我 以前我也非常熱愛他們家的眼線膠筆 人魚眼線液 然後小貓眼線液 我都回購不知道幾百次 而且就是以前每次逛區人士的時候 都一定會囤貨 這一支好像是新的 但其實老實說 我用不出來有什麼差別 我就只是覺得很黑這樣 它叫Infinity Longwear 反正它 我覺得它的抗暈效果非常的好 如果你是那種眼線真的很容易暈的人 首先先注意你的睫毛到底有沒有夾翹 再來就是你有沒有先上眼影再上眼線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的話 基本上眼皮一直扎 一直摩擦 真的很容易會暈 你不能怪產品好不好 然後畫什麼 OK我要畫外眼線 外眼線呢 我最近在用這個 Tony Moly的眼線液呢 是我之前看到Laura非常推薦 然後我就自己上它蝦皮賣場買 這支咖啡色啊 我覺得就是剛好 因為我Fresh O2也是咖啡色 就可以跟你們比一下 欸這個Fresh O2這個是咖啡色嗎 還是我拿成黑色 欸我好像拿成黑色 我覺得Tony Moly這一支啊 它的咖啡色很漂亮 可是它的咖啡色對我來說不夠實 就是我喜歡的咖啡色是要那種就是 像Salon那種就是顏色很飽和的那種 但Tony Moly這一支我覺得它沒有到超飽和 可是它的咖啡色很漂亮 它是一個淡淡很像是拿鐵 或是黑咖啡醬一點點牛奶的那種咖啡色 是蠻漂亮的 如果你喜歡淡妝的人 或是韓系妝的人 你應該會按 可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喜歡比較偏飽和 就是一看就知道 喔咖啡色的話呢 那這一支可能不是你的首選 好然後我今天要用這一支Fresh O2的黑色 畫那個小貓眼線 小貓眼線我自己畫的重點 欸我等一下這個真的要暈開 小貓眼線我自己畫的重點呢就是 因為你們有沒有看我其實後眼尾是稍微有點下垂的 所以我會拉跟我就是下眼尾的這個眼瞼 就是往上交叉 因為我現在的眼睛是這樣子魚嘛對不對 有一個魚這樣下來 所以我會拉跟這個下眼尾一樣的高度上去 就是我的小貓 我會稍微這樣子拉 啊一開始不漂亮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後面是可以修的 然後我會 就是稍微半閉眼睛 哇這畫這眼線真的是寂靜不能講話 稍微半閉眼睛之後呢然後 用那個 筆桿的橫 橫向的部分呢 去把你前面的眼線填起來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畫前面的眼線有沒有 可是最近畫小貓眼線就是前面也要稍微包一下 因為前面不包就會有一種覺得好像是 頭重腳輕的感覺 這樣稍微把它拉出來之後呢 然後我會等它乾一下下 因為我算是內霜 所以如果它沒有全乾我直接扎的話 它很容易就是會直接硬到上眼皮 好然後再稍微張開 然後它就會長這樣 然後就是 你這樣張開眼界之後它就有一種很漂亮的糊塗上去 然後通常這樣子呢 我就會再補一下這裡面的三角去 我現在的眼線很喜歡畫這樣 就是上眼 然後這邊也是就是我會先 看我的下眼尾上去到哪裡 好稍微到這之後呢 再把它連回來 我這陣子真的都要練很久很久 就連我自己這麼常化妝的人都要練很久 然後關於它的粗細啊 還有它的角度啊 還有它的厚薄程度 我這些人都可以用棉花瓣啊 或者是甚至用手指一點點去稍微把它修補一下這樣 然後通常呢 畫完這個之後呢 我會再做一件事就是拿剛剛的深色眼影 就是剛剛的任何眼影盤或什麼的深色啊 去補下眼尾這邊三分之一處 因為我會希望就是可以把那個三角去填補起來 讓它看起來不會就是欸你的眼線飛上去 但是下面沒有東西支撐它的感覺 就好像它空飛的 好稍微畫完之後呢 我現在先把 我現在先用手呢 其實用美妝蛋也是可以啦 只是我最近沒有 這麼常帶美妝蛋出門 額頭的部分呢也是稍微的推開 我根本說我最近發現啊 我的皮膚的亮感還在 除了是因為我會用一些有酸類的保養品以外啊 還有就是洗臉的步驟有差 然後用衛生紙洗乾臉沒有用毛巾 再來就是呢 真的生活離開牛奶這個事情 比較不會那個欸 因為我像我不是對你們說我非常喜歡喝奶精奶茶 就是牛奶奶茶基本上我是不喝的 可是有時候餐廳它的選擇 只有鮮奶茶或紅茶的話 我還是會選鮮奶茶 就覺得啊沒有魚黑也好這樣 但我現在就是真的是會跟自己說啊 沒有那麼想喝鮮奶茶就算了 不要浪費這個熱量 還不如就是只喝個無糖奶 無糖紅茶就好了這樣 然後我最近發現好像因為這樣 我的皮膚的亮度有再更回來一點 我之前不是跟你們說我在用Himi的這個嗎 可是Himi我之前就是用了幾次之後 它睫毛的纖維掉在我的那個眼睛上 我真的是激進要瞎掉 所以我最近又有點不敢用它 雖然那天就是也是有人跟我說 它從來沒有發生過這個狀況 為什麼我會發生 然後我想說這有什麼好為什麼的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就是不一樣 我就是剛好發生就是比較衰 但如果你沒有發生就是恭喜你 歡迎大家最近如果有推薦什麼睫毛膏的話 可以推薦給我 因為我最近就是還在瘋狂找一些我喜歡的睫毛膏 不然人生一直用Etude House也不是一個辦法 然後我這邊怎麼暈開啦 OMG 那我就要用一個棉花棒呢 稍微把它抹掉一下 就可以 好 我最近呢睫毛膏就是打樣的這個 就是稍微的一個進展呢 就是 我已經收到 第二樣 可是第二樣呢就是 它的效果更不如我預期 就是等於說因為當初他們為了要滿足我其他的需求 就譬如說 嗯 就是料體不要太濕 或者是 希望不要髒樑腳的這個改善這些缺點 導致它這次給我的我一上上去 睫毛是整個垂下來 就是我可以直接給你們看比對照 就是睫毛是整個垂下來的狀 它是支撐不住我的任何一根睫毛 就是我會直接從13樓掉到7樓的那種程度 就是我會不想要出門的那種 然後再來是它的 也會比較暈 就是我因為它沒有辦法支撐捲翹度 所以它會一直在折 所以當你跟眼皮就是啪啪啪啪 一直就是你知道 結束的時候呢 它就會暈下來 就是我的下眼尾後三分之一處 會有一些暈的那個暈妝的感覺 所以本來以為第二樣就是我會更滿意啊 或是 要修改的地方更少 結果沒想到等於是有點重頭再來的感覺 但沒關係我就是跟廠商互相打氣說 就是 我覺得我們一定可以做出我想要的睫毛膏 而且廠商人真的超好 他就說啊真的很不好意思 就是這一次改了 我們也 就他們反覆也試了很多次 但是 沒想到可能因為氣候不同啊 或是每個人睫毛的狀況不一樣 就試起來還是不是我滿意這樣 目前就是還在就是繼續跟廠商就是 奮鬥中 就是我大部分就是這種比較即時的消息 我都會放在instagram上面 然後最近也發現就是 youtube的 以前我都會覺得 youtube的那個 轉換率基本上是不會影響到我 因為我的上片就是算是 即便現在變成沒有每天上 然後我一個禮拜也會有個兩個片左右 但是我現在發現就是自從有了Vlogmas之後啊 我的那個真心的就是觸及率降超級無敵多 但我後來也覺得可能是因為大家現在都比較有興趣看個Vlogmas吧 因為我自己也都在看Vlogmas 就覺得很好看啊 但是我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如果以後有人可以幫我剪片的話 我可能做得到 但我現在已經不想強迫自己就是 一定要一直上片啊 或是一直剪片什麼的 我會分一點事情 給自己生活的其他事情做 像是我會分給睫毛膏 然後還有分給我們明天要開賣的12月選品等等 就是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可以天天上片 然後又沒有人幫忙的人 我真的是衷心的佩服他 因為以前走過那段日子就覺得天啊太痛苦了 而且話說我以前就是拍那個什麼過年的 每天都上傳一部片啊 好像連續 忘記連續幾天了 然後那個真的就是你一坐下來 餐廳飯店就是開始找網路 然後開始找充電 因為你必須要立刻剪片 然後任何一個東西你都要想要拍 因為你會怕今天晚上的片段 是沒有東西可以拍的 就是或是沒有內容的 其實我想到那個 就是那個時候的生活品質 都還是覺得 嗯 蠻痛苦的 而且也很感激那時候 剛認識我的男友 居然願意忍受我這一切這樣 接下來我再畫眉毛 眉毛的部分呢 今天我想要用這個 Benefit的Brow Styler 我最近一直都在重新回溫Benefit的眉毛商品 如果你們要入手一個Benefit的東西 第一個東西一定是眉毛好不好 當然那些什麼Hoola Bronzer啊 或什麼那種就是 也確實好像是可以但是 欸為什麼這邊這麼醜啦 然後我要上 欸我要上眉毛之前呢 我會先用這個 Too Cool For School這個三色修容盤 先把自己的那個眉頭拉出來 這樣等一下畫的時候 你就不會 就是受不了很想眉頭加很重的 然後呢我要用Brow Styler Brow Styler它的特色就是它一邊是寬的眉筆 然後另外一邊是眉粉 這一支是我在美國Sephora前 人家帶購回來的 然後我記得它買下來 啊不對不對 這一支是我在Selfage買的吧 我自己本身的偏好就是喜歡寬筆心的 我就是會先用寬筆心勾勒出我的眉毛之後呢 再用細的筆心去拉我的眉頭跟毛流這樣 然後Benefit啊它 如果你說它跟就是 開架的眉筆有什麼不一樣 是我覺得像Benefit 還有我之前很愛的Bobbi Brown的那個 橫的眉筆啊 它們比較大的重點就是 它們的筆心通常都會比較軟一點 我覺得跟開架比起來 就是它們不會像開架有時候就是 可能為了顯色度非常的高 所以它的筆心會比較硬一點點 通常是你一畫上去就會極顯色 會非常的顯色 像Selone的顯色度 我也覺得比Benefit畫的第一筆來的高 可是你要說因為這樣 所以Selone比Benefit好用啊 就也不是這樣比 我覺得純粹是看你自己喜好眉筆的那個 它的程度跟你自己上手的那個感覺是怎樣 禮拜三上了那個Vlog 很多人都還是跟我說 他們比較喜歡我有在講話的Vlog 所以我最近如果有拍Vlog的話 會盡量記得自己要講話 因為如果是自己要講話的話 可能就是真的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才會特別把相機拿出來講 我發現我以前每天上片的時候 一定會跟鏡頭講話 是因為不講話啊 你的那個片剪出來真的會沒有東西 因為相對一下沒有講話跟有講話的片段來說 如果你看我打字超過五秒 你可能就會覺得欸怎麼還在打字 可是如果我是邊打字邊跟你講一件 我可能剛剛去買咖啡的事情的話 我講五分鐘你可能也不會覺得很長的那種意思 你知道嗎 然後Benefit那天我去蜜蜡的時候 我有拍一個小影片跟大家分享 歡迎大家去Instagram看喔 我最近很喜歡拍這種小影片 就覺得很好玩 就是記錄一下生活 我就是自己跟我熟悉的修美食 無慮約好之後我就自己去了這樣 然後因為還有一點時間 因為我停車超順利 我本來先去一個活動 然後風塵浦浦的立刻無縫接軌趕去那個 Benefit修美本來很怕遲到 結果沒想到非常的緊 結果也沒有遲到 而且完全是有停車味的狀態 就覺得自己很順利 然後我就去買了一杯星巴克送他 就是欸我是買太菲糖給他喝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其實是 不太能喝星巴克的咖啡豆的 因為星巴克的咖啡豆會讓我眩暈 這件事情我已經試驗好多次 然後我那天回診的時候 我還問了醫生說 為什麼我現在喝咖啡比較容易眩暈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有可能就是他的豆 他剛好用的豆子你不行 或者是說他的豆子可能沒有很好 我說 算了算了我真的大得罪星巴克 OK whatever 因為我最近都還蠻喜歡把眉頭拉出來 覺得他這樣看起來有一種自然的毛流感 然後像Himi這支啊就是 如果我自己買來沒有到超級無敵喜歡的睫毛膏的話呢 我就會把它拿來當染眉膏 就如果我那天是希望我的睫毛就是 呼呼聲風的話 停停玉立的話呢我就會把它拉起來 我真的很抱歉因為我那天發現 有在看我影片的人有老師 我就想說我一直亂講成語 會不會你們的腦袋都是被我轟炸 想說不要再亂叫小孩了 真的沒有 大家成語不是這樣用的好不好 然後呢我會再稍微沾一點點too cool for school 這樣子 稍微再把它修起來 喔喔喔樓上要開始裝潢了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希望我身體聲音穿透性是夠的好不好 就是雖然你們聽得到就是很吵的聲音 但同時也聽得到我的聲音 是要鑽地嗎 鑽地的話我的穿透性可能就不夠了 然後我要先上粉底 粉餅的話我用make out forever這個 就是激進已經要被我用完的粉餅 然後配的是spicy choco的磨皮刷 我應該這幾個影片都會是一直用它 因為最近就是愛上粉餅跟提亮液的組合 但我這幾天有再試用一個新的 專櫃式的粉底液 如果之後有喜歡的話再跟你們分享 腮紅的部分呢我今天要上這個 就是amimi的這個五號色 因為我之前真的喜歡它很多次 然後我最近又把它拿來就是上唇膏 就是欸又重新愛上它 所以我要再把它拿來塗一次 我都會把它在我的手上 就是整個這樣暈成這樣之後呢 確定手上沒有就是比較 比較濃比較淡的顏色 哇太低了太低了OMG 我好像習慣我的腮紅上的比較高 然後確實這個是液狀的 通常應該是要在底妝過後就直接上 就不要在粉狀過後上 可是因為我是用點拍的方式 然後我最近這樣試下來 它也不會有暈妝的效果 或者是脊骨的狀況 所以應該是還OK 然後我要再上一點這個blush powder 這個顏色是BL03 它是焦糖舒服類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這個顏色 它比較淡一點 就覺得它可以剛好蓋在我這個 比較偏紅一點的腮紅上 就幫我壓一點粉狀的感覺啦 就是我的液狀才不會這麼容易跑掉 或是黏到髒東西什麼的 因為這個顏色非常的顯色 就是MACO他們家的腮紅跟打亮 我都覺得很顯色 所以用起來要小心一點 然後打亮的部分我也要用MACO的這個打亮 這個打亮是HL01芭蕾糖霜 這個打亮就是亮度也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記得不要用太多以外呢 就是離毛孔遠一點 就是它真的是不能靠近毛孔的那種打亮 它只要一靠近毛孔 你的毛孔就是會無所遁形 眉頭這邊的打亮齁 我都會換一個小刷子上 它的打亮效果都會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就是會立刻這樣子亮起來 非常漂亮 這個亮度我很喜歡 可是呢就是它用在你的 喔完了完了完了開捨開捨 它用在鼻樑上呢也不能太多 因為它也是屬於那種會顯肌膚紋理的那種 然後再來呢是修容 修容我最近就把Too Cool Fosco拿出來 因為就覺得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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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容呢我最近就把Too Cool Fosco三色修容拿出來 然後搭配Revel的修容刷 然後髮際線呢就一樣把它的Faceshop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真的是離不開它 因為我現在掀開我的頭髮看到那些洞我都會覺得牙力很大 但它最近有開始慢慢長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些短短的 就慢慢長出來 可是風一吹或是一綁瀏海或是從側面或是從上面拍 還是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最近還是會用它 好然後畫完之後呢就要來介紹口紅 口紅的部分呢今天就想說直接跟你們一起介紹 就是我最近很愛的口紅跟我這一年來覺得蠻推薦的口紅 第一支呢就是剛剛的這個 Amimi的這個 我當初是被配粒的也配燒到 然後我就自己上他們官網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3號一個是5號色 這個5號色呢剛剛就是我腮紅現在這個顏色 它基本上要塗的時候呢也是建議你把它抹在手上 輕拍在你的嘴唇上 也可以稍微暈開一點點 然後它是液狀的 所以它液狀的要注意什麼呢 就是手會弄得很髒 然後一定要背一個衛生紙 然後外出不友善 好再來下一款呢我要推薦大家就是 一個就是Dior 620 這個顏色呢我已經介紹過很多次 甚至我有擁有兩支 一支是我好朋友給我 因為他不喜歡那個顏色 然後一支是我自己在機場買的這個 Dior 620 不是機場是韓國代購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還沒有這個顏色 它不是完全的裸色 因為完全的裸色其實我個人是不太能駕馭的 因為我自己的皮膚比較偏黃一點 反正Dior 620我就是覺得必買好不好 必買 然後我記得今年台灣是有進 一支呢是 Bobbi Brown的Bow Honey 這兩支遠看顏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像 只是Bow Honey再土一點點 然後Dior 620再紅一點點 它相對Dior 620來說呢 它的質地會再濃一點點 可是也是好推開的那種 就因為它是比較偏土色調這種裸色啊 它真的沒有化妝的時候盡量不要擦 因為沒有化妝的時候擦它 你就會看起來氣色更差 你會整個人就是黃黃的 好然後再來呢 我要推薦的是 我明明就是大概前兩個月才買到 可是愛到不行 而且還立刻再回購兩支 趁那個EVA團公司再回購兩支 就是Enso Enso呢它是一個Vegan的品牌 它連包材都是比較環保 就是它完全是用紙做的 可是你也不用擔心你裡面的唇膏 會融化還什麼的 它是完全不用掀上護唇膏 因為它裡面是有一些天然的精油 他們的主打都是 種春是用來疊擦任何顏色都很漂亮的 那我現在疊擦這個長花給你們看 真的是怎麼疊都可以 而且你的嘴唇看起來會非常非常的豐厚飽滿 好再來呢就是進入開架 開架我好像就選了三個吧 就是三個品牌 一個這個你們一定知道 因為我去年我跟他們一起做過活動 就是Renmo Renmo的這支720 真的是這個顏色大家絕對不要錯過 那個時候呢我就已經覺得 這一支唇膏很厲害以外呢 它非常非常的不昂貴 它是開架品牌 然後最近我發現他們在做活動 前陣子吃唇室 有一次是一支只要99塊 擦起來也是嘴唇完全不會乾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大部分追求的唇膏 都是要嘴唇不會乾的那種 因為我很討厭就是出門如果要補妝 或是吃完飯要補妝的時候 你的嘴唇會卡唇 或是均裂變烏龜不好看這樣 所以我挑的幾乎都是這種有加精油啊 然後會讓你的唇膏 整體看起來整個嘴唇會比較豐潤 比較水潤感 但是又不會到油膩豬油感 Renmo 720 如果大家最近在去年室還有看到它 就是99塊或109塊 拜託下手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好 但是唯一一個缺點就是它的味道我不喜歡 它的味道呢就是有一點甜甜的 奶油糖果的味道 就是甜甜的 但是也不會到太多 可是我本身是不喜歡這種香菌味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 other than that 都非常的好 好不好 再來呢就是這個 這個我應該包包裡面至少都會有個四五支左右 我看一下我這邊還有沒有 有 沒錯就是 Salon Salon呢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一系列做的refill系列 非常非常的強 之前我帶去日本也有拍給大家過 就是他們換了新包裝之後 整個以後就是真的是一個 這個 煥然一新的感覺 就他們的品牌的整個結構 跟他們品牌整個要傳遞給大家的感覺 是更明確 然後整個質感也都有提升 那他們之前出的這一系列磁吸式的 這個Rouge kissable lip 它一樣擦起來是比較滑順的感覺 但是這個不是我今天要介紹的重點 我今天想要介紹的大家是 這一個新的系列 就是 就是你可以只買裡面的這個唇膏 然後外面就買一個這個頭 然後你可以隨時幫你想要顏色換進去 它是一個 我覺得你要說它是噱頭它也是噱頭 你要說它就是力求一個環保 或是做到一個比較特別的包裝也是 可是真的它裡面的顏色我都非常的喜歡 之前磁吸式它的磁也是 非常的磁 就是會卡的那種 不會讓你在包包裡面東西打開來的感覺 所以那我還是上個顏色給你們看好了 我上哪個顏色 我剛好比較沒有上這種就是比較亮粉 那我上一個這個給你們看 這個顏色是007 它是Kissable Lip 所以它們的顏色跟它們的滑順度 我覺得以開架來說都是完全完全可以入手 尤其是它們的包裝變成黑色系列之後 我覺得質感整個是有大提升 我最近很想要買它們家的東西是刷劇組 可是我上次就是 我是看到哪裡啊 我是看到bong吧還有yaya 就是它們業配之後 官網全部搶空啊 就是根本全部都是要預購都買不到 所以今天呢就特別先介紹最近我發現我自己很愛抓幾個口紅的牌子跟顏色以外呢 然後又化了這個妝 那今天再拉近一下給你們看今天的妝好了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紹幾個我很喜歡的顏色口紅 然後還有最近化的很簡單的妝 話說這個耳環就是選品已經開始了 可以換成耳夾 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話 我手上有所有飾品啊 鏈戒啊 這個超可愛的戒指什麼的 都是純銀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點下面的連結 官網已開跑 yay